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 工程管理 登币导师 那么现在从事的专业呢 主要是国际贸易原理 国际贸易事务等一些课程 那么我在全国一些省市学会的理事 那么从事科研项目呢 已经有十多项 在全国各个杂志啊 公开发表的一级黑心刊物已经有四十多篇 那么主要 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说了国际贸易原理 学习国际贸易原理 其实质的就是学习各国 各地区 商品 劳务 技术的交换活动 那么 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 也要学习这门课程 它的意义有哪些 内容有哪些 那么方法有哪些 以及参考书有哪些呢 我想 学习任何一门课程呢 都必须首先要明确它的意义 内容 方法 及其参考书目 学习国际贸易原理呢 意义很多 那么主要呢 有三个方面 第一 是对外开放的需要 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当今世界 国际经济正在加速区域化 集团化 一体化 旧的国际经济持续正在被打破 新的国际经济持续 尚未建立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 代替了军事对抗 多极化的世界经济格局呢 正在形成 所有这些对各国的经济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呢 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国经济改革 与对外开放 就是在这样的世界经济背景下进行的 五国加入WTO 对外贸易已必然受到这样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 因而 学习国际贸易原理 是对外贸易 对外开放 面向世界的需要 二是实现EDI的需要 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商品 劳劳务技术的交换活动 要使这些交换活动顺利畅通 进出口统计 及时准确实现电子数据交换 EDI 五国政府提出了建立精细的工程 五国精细的工程呢 主要有十大工程 那么其中有三大重点工程 这就是精巧工程 精官工程 或精卡工程 其中的精官工程 也就是指的外梦信息网 那么它的近期目标是实现外梦系统的电子联网 远期目标是建立以国际电子数据交换 EDI通关移入的集轨 实现商品通关自动化 对外贸易来五指化 因而学习国际贸易原理 是通关自动化 贸易五指化 实现EDI的需要 三是从事经梦的需要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社会 知识经济的社会需要崭新的知识结构 因此同学们是新世纪的人才 那么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 还应该学习当代国内外引人注目的经济学科 边缘学科 交叉学科 和分支学科 而国际贸易原理呢 是一门十分古老 而又十分现代的学科 说他古老可以追溯到奴地社会 那么说他现代呢 那么国际贸易是当今国际经济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而学习国际贸易原理 有助于直接参加经济建设 实现我国若是深入发展的需要 搞好金梦工种 五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梦运组织的成员国 随着五国加入WTO的日益深入 从事金梦工作必须具有专门的知识 诸如经济学、市场学、财快学、统计学、税收学、贸易学、金融学、保险学、法理学、管理学 以及外国语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而国际梦运原理呢 就是其中的专业知识之一 是从事金梦工作的需要 那么五国加入WTO过后最警觉的人才呢 具有关资料统计 主要是五类人才 一是农业、金融、外梦、发力、心理咨询、旅游、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是高新技术人才的整体短期 按照联合国最新分类 高新技术中的包括信息、生命、听能源 与再生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环保科学和管理科学 这一方面呢 真正的优秀高层次人才非常短期 三是熟悉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四是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专门人才 四是了解国际惯例符合需要的外语人才 五是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符合性人才 所以这五类人才是我国加入WTO过后最警觉的人才 那么可以看到这五类人才当中呢 那么有关外贸和苏西世界贸易组织 参与国际争端解决人才呢 是十分极确的 然而我们学习国际贸易原理呢 正是为了培养这方面人才 因此学习国际贸易原理 它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那么既然学习国际贸易原理意义重大 那么为什么要这个怎样来学习这门课程呢 那么学习这门课程的内容有哪些呢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了解这门课程的第二个大内容 二 学习内容 国际贸易原理 那么从整个体系机构上看 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上部分 二是这个中篇 三是下篇 也就分为上中下三篇 那么其中上篇呢 主要是国际贸易原理的成因 那么它有两个支撑点 一个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基础 第二个是国际贸易的成因理论 那么中篇 调控篇呢 那么主要是有两个支撑点 一个是国际贸易政策 第二个是国际贸易的措施 国际贸易原理的第三个部分 那就是下篇 那么它是国际贸易原理的协调组织 它也有两个支撑部分 一个是国际贸易的协调组织 第二个是国际贸易的运作规则 所以我们国际贸易原理呢 主要有这样三大模块所构成 那么同学们在学习当中呢 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这三大部分 那么国际贸易原理 这个内容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框图来表示它 首先我们看这个圆环部分 那么这个圆环部分 这就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基础 那么它有三个内容 一个是国际贸易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 那么这是国际贸易原理的基础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进一步探讨国际贸易的理论 所以国际贸易的成因理论呢 主要是在这个圆环里面的三个 这个小半圆的部分 那么它有三个理论 一个是自由贸易理论 第二是保护贸易理论 第三个是公平贸易理论 而国际贸易理论呢 是一个宏观的内容 那么这个宏观内容里面呢 需要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的支撑 因而呢 它有国际贸易的战略政策 那么战略政策主要有 发达国家的政策演变 再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政策的演变 那么战略政策里面呢 有些配套的措施 主要这就是国际贸易的调控措施 它主要有四个内容 一个是关税措施 二是非关税措施 三是鼓励出口的措施 四是管制出口的措施 好 那么国际贸易之间这些政策措施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呢 就需要有一个组织来管理它 那么这就是我们当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定价齐驱的一个经济联合股嘛 那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所以呢最后一个内容呢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来这个统率了整个内容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国际贸易原理呢 可以用这样一个框图来来显示它 那么同学们呢就学习过程中呢 可以把众多的内容 一本书的内容呢 让它开阔到这个图里面 浓缩到这个图里面 然后呢再把知识的加以展开 这样呢就可以了 这个融会贯通 那么具体来讲 我们这门课程要讲授哪些内容呢 因为国际贸易的内容呢 很多我们不可能呢一一做介绍 因此呢我们把国际贸易内容的精华部分呢 介绍给同学们 那么这里呢就主要讲六个部分 首先第一讲是讲国际贸易的虚论概说 第二讲呢是讲国际贸易的发展基础 第三讲是国际贸易的成因理论 第四讲是国际贸易的战略政策 第五讲是调控 国际贸易的调控措施 第六讲是国际贸易的组织规则 那么这些这六讲的内容具体有哪些呢 我们请往下看 第四讲就是国际贸易的中的图 能 Pale Isto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个部分 那么这六个部分具体内容呢 首先是国际贸易的讯定概说 它主要有三大内容所支撑 就是第一个内容就是研究对象 第二个内容是科学俗信 第三个内容是研究方法 第二讲国际贸易发展基础 它有三个内容所支撑 第一是国际贸易 二是国际分工 三是世界市场 那么第三讲呢 国际贸易的成因理论 它已有三个内容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 三是公平贸易理论 那么第四讲呢 是国际贸易的战略政策 一是国际贸易政策概说 二是国际贸易政策的内容 三是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 第五讲 是国际贸易的调控措施 它有四个内容 这也是关税 非关税 鼓励出口 管制出口 最后一讲 是国际贸易的协调组织 主要讲两大内容 一个是WTO的体系构降 第二是WTO的规则运作 这六个部分 那么当中呢 重点应该掌握和学习哪些内容 主要就是这样三个部分 一是成因理论 就国际贸易的成因理论 第二是国际贸易的政策措施 第三是国际贸易的组织规则 这样三大内容呢 是我们国际贸易原理的重点 但是成因理论和政策措施呢 是重中之重 那么这些内容呢 我们将在以后的讲课当中呢 具体体现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国际贸易的学习意义以及它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门课怎样来学习呢 教和学是一个相互相成的关系 因此首先呢 要了解一下教 也就是说教学方面 那么从教学方面呢 主要从三个方面去开展 一个就是中国归了 这个国际贸易呢 它包含的内容很多 这个教材的方面呢 也比较多 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不可能一一介绍 因此呢 我们把国际贸易的最新理论 最好的一些内容呢 通过一些综合归了 形成我们刚才讲的溜讲的内容 所以呢 是一种综合归了内容 第二个呢 就是重点讲授 虽然我们讲授六个部分 但是呢 重点来讲授 国际贸易的成因理论 国际贸易的政策措施 国际贸易的组织规则 这是我们重点讲授的 尤其是两个重点 这就是国际贸易的成因理论 和国际贸易的这个政策措施 这两个内容呢 是重点要讲授的 那么 第三个呢 就启发多恋 启发多恋 我们国际贸易理论呢 要与诗简的相联系 也就是说 我们在今后的讲课当中呢 尽可能理论联系实际 那么 理取一些案例 进行来启发教训 这个 这样呢 便给大家理解这些内容 那么 从另一个方面讲 就是学 也就是同学们学习方面 从每个人的学习方法呢 都有所不同 那么 但是传统的一些方法呢 还是非常实用的 也就是说 一个呢 要注意的课前预计 也就是说 我们下节课讲的内容呢 那么 最好同学们事前预计一下 那么 有哪些内容 这些内容 你理解的怎么样 有哪些不太懂的地方 那么 这些内容呢 就注意听老师讲课 那么 另外呢 就上课呢 就要认真听讲 那么 而且呢 理求听懂 第三个呢 就是客户呢 要认真的复习 根据我们讲课的内容 参考呢 以些参考书目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还介绍参考的有关书目 那么 就说 有些问题 它共同的理论 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教材 不同的文献呢 它们 这个 从不同的角度 谈法不一样 因此呢 我们如果多看几篇参考书 和我们讲的内容 那么 对这个问题来 就能从多角度 多方面呢 来理解这个问题 这就是教学习的一些方法 那么 有哪些参考书呢 那么 学习参考书呢 有下面这十个方面的参考书目 第一本 就是白鸿燊本人编著的 国际贸易理论与十卧 三东人民出版社 二零零二年出版 第二本 陈同丑 虚音九 编著的国际贸易 对外金梦大学 出版社 二零零一年 第三呢 是陈鸿雷 国际贸易议 既然大学出版社 二零零一年 第四 购小局 国际贸易理论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二零零一年 第五本 陈金贤等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政策与十卧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二零零年 第六本 黄里城 国际贸易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零零年 第七本 罗绍言国际贸易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年 第八本 国业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实物化工出版社200年 第九本 虚言九国际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年 第十本 王世俊国际贸易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年 这些参考书呢 反正都值得同学们去看一看 那么尤其是前面三本 白鸿燊 陈同丑 还有陈这个陈宏伟 尤其是陈同丑虚言九边的国际贸易这本教材 那么是我们主要的参考说 一说现在的国际贸易原理 国际贸易学这个教材的版本呢还是很多 但是说我们同学们的这种内容呢 这个教材还是少一些 但是那么最好大家多参考几本书来理解这个内容 因为我们讲课内容呢 已经是参考了很多书的内容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体系 一说吧 现在很多教材的好的内容 优秀内容呢 已经融合到这里面了 融合到里面 好 这是我们在讲国际贸易原理 这门课之前呢 我们首先这个教训的手语的部分 以便同学们呢 在今后的学习国际贸易原理当中的过程当中呢 有所了解 那么从下面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我们国际贸易原理 这门课的主要内容 首先呢 讲第一讲 国际贸易序论概说 这里要说明的 我们以后每一讲之前呢 首先把这一讲的基本内容呢 向这个同学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介绍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学习目的 第二呢 是基本内容 那么第三呢 这是主的基本的思路 第二 第三呢 是它的主要内容 这三个内容 首先我们看 第一讲 国际贸易训练概说 它的学习目的 以后 训完本讲过后 同学们呢 一能 民意识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呢 就是应了解国际贸易学的科学俗信 那么第三呢 就是能够掌握了国际贸易学的一些研究的基本方法 这就是我们学习本讲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那么通过学习来 同学们来应该而且能够达到这三个方面 那么这一讲的一个基本失落 这个基本线数是什么呢 那么这一讲的基本失落就是这样一个失落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有形与无形商品的交换活动 及其经济规律 那么这一研究对象呢 就决定了国际贸易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或者说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 其研究方法 必然是一期社会经济学科都实用的方法认 辩证维尔主义或历史维尔主义 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的分析过程中 要具有来辩证维尔主义 比如说一分为二的 就有的理论 有的方法 他们有这个优点的方面 也有不足的方面 有优势的方面 也有弱势的方面 也有有利的方面 也有不利的方面 这就是一种辩证维尔主义观点的方法 同样还要运用来历史维尔主义 那么就是要从历史发展的观点 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的一些理论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那么它当时的可能还是具有先进性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呢 它有些不足的地方 也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 但是在我们国际贸易原理这名课当中呢 在这样一个总的方法论的原则下 具体运用什么方法呢 最主要是 就是五个激化法 那么什么是五个激化法呢 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学或者国际贸易原理 它的一个基本教学或者基本学义方法来讲呢 就这一讲是这样一个失落 就是这个国际贸易研究的对象 决定了国际贸易原理它的科学俗性 而国际贸易科学俗性呢 又决定了国际贸易的研究方法 这样一个失落进行的 那么这一讲的主要内容呢 主要是三个内容 第一是第一级是国际贸易原理研究的对象 那么我们主要介绍 这个国内呢 很多专家学者啊 他们对国际贸易研究对象的一些观点 比如有一是四方锁 二是三方锁 三呢是两方锁 最后呢是一种多元锁 那么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了解国际贸易原理 它的研究对象 那么第二级呢 我们在知道国际贸易研究对象的前提下 在进一步看国际贸易证明学科 它的科学俗性 那么它的科学俗性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国际贸易学呢 是以分支经济学科 第二来国际贸易学呢 是独立的经济学科 那么在知道了国际贸易学的科学俗性过后 那么就进一步了解它的研究方法 也就是第三级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方法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这样这个四个方面 五个方面的研究方法 具体五个技术法 这就是宏观与微观的分析技术法 第二个是实证与规范分析技术法 第三呢 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相技术法 那么 第四呢 就是静态与动态分析技术法 第五 是历史与逻辑分析技术法 这是我们这一讲的三大内容 三大内容 那么同学们呢 下期干 要紧扣这个实陆参考有关文献来理解这个内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具体来对这三大内容展开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第一讲国际贸易训练概述的第一节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呢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呢 对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都有很多说法 那么 以我们国内为例 那么 以对外贸易大学的姚振英教授 陈同丑 徐云九教授 他们呢 为代表的 呃 观点呢 就认为呢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呢 是四个方面 那么简称呢 四方所 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 第一个 是各阶段商品流通的规律 也就是说是指古代 近代 现代 当代 有型商品或无型商品 他们流通的规律是什么 这是国际贸易学研究的第一个 呃 内容 第二个呢 就各个时期国际贸易的理论 也就是指古代 近代 现代 和当代 这些时期 国际贸易有哪些理论 比如说 在古代 有哪些自由贸易理论 和保护贸易理论 在 这个近代 有哪些自由贸易理论 和保护贸易理论 在 呃 当代 有哪些 这个 自由贸易理论 保护贸易理论 那么这些理论 它的 核心观点是什么 它的优点和不足 有什么 那么第三个方面是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也就是说世界上呢 有二百多个国家 和地区 那么这些国家 尤其是 主要的一些国家 那么他们的 对外贸易政策的 制定情况 比如 发达国家 对外贸易政策的 呃 演变 和发展中国家 对外梦政策的 演变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呢 可以了解呢 这个 各个国家的情况 然后呢 制定 相关的政策 第三个呢 就是各个国家 外梦发展的特点 那么 它的外梦 发展的情况 怎么样 这就是姚振英 陈同丑 薛英九 教授 他们呢 提出国际贸易学呢 研究对象的 四个方面 简称了四方所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三方所 这就是 由南京大学 张二振教授呢 他们提出的 国际贸易学 研究对象 十三个方面内容 一个是国际贸易 原 原理它的原因 就国际贸易的原因 是什么 就为什么 这个 这个国家的商品 流向另一个国家 另一个国家 的商品流向这个国家 他们的交换比例 是怎么确定的 它的原因活在 这是一个内容 第二呢 就是国际贸易的条件 也就是说 国际贸易 出口和进口 它的交易条件 那么 比例怎么确定的问题 那么 第三个呢 是国际贸易政策 那么 也就是各个国家的 国际贸易政策呢 他们什么 你依据什么 那么各个时期 是保护贸易政策 还是自由贸易政策 那为主 一个趋势问题 那么这就是 以南京大学张二郑教授 来为代表的三方所 再一个就是两方所 这就是 由清华大学 黄吕成教授来 为代表的 提出的国际贸易学 连接对象是两个大的方面 那么一个是国际贸易学 它的自身的研究 就证明学科 它的性质是什么 它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自身如何发展 那种研究 这是国际贸易学 研究的对象 那么除了这个外 那么它还有一个 重要的研究对象呢 那就是国际贸易 合同的规律是什么 于是国际贸易合同呢 体现在 各国各地区商品 劳务技术的交换活动 这些活动 是怎么样进行的 它的规律如何 这也是黄吕成 为代表的两方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国内的一些专家 对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 有很多说法 有四方所 三方所和两方所 那么 可以看到它是 因为对象呢 是一种 多种多样的 那么因此 我认为国际贸易学 或者国际贸易原理的 它研究对象呢 是一种多元性的 多元所 你就说 它主要是研究 国际贸易 它的发展基础 国际贸易 国际分工 和世界市场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呢 第二个方面 就是国际贸易的 这个成因理论 就是说 在它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 国际贸易 它的理论 从古代 近代 那么当代 这几个阶段 来探讨 它的理论 自由贸易理论 和保护贸易理论 第三个呢 就是国际贸易的 政策措施 也就是从宏观上 来研究 国际贸易政策 它的演变 再一个 从具体上来 研究有关 配套的 措施 就是关税啊 等等方面 当然还有就具体到 第四个 具体的措施了 这就是我们要 说的呢 国际贸易的 关税 非关税 鼓励出口 和管制出口的措施 那么 第五个方面呢 这就是国际贸易 它的一些组织 那么从全球来看呢 那么主要是 世界贸易组织 那么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 关税 关税 总织的 GTT 和现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它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它的构价 它的职人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组织 那么它制定哪些规则 所以呢 国际 我认为国际贸易 学国际贸易原理呢 它的研究对象呢 是一种多元素 所以国际贸易学呢 它研究对象呢 也就是说 在国内外的专家 有很多说法 那么它主要是 有四方所 三方所 多元素 那么总之 可以开口 是一种多元素 这是 我认为哈 是这样的多元素呢 嗯 开口性比较好 那么就多元素来讲 它从 三个层面来 来反映 国际贸易学的 研究对象 国际贸易学研究的 对象的多元素 那么它从三个层面上 讲了 它的研究对象内容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宏观上 那么它是研究 国际贸易的发展 成因 战略调控 协调运作 规律的科学 也就是说 国际贸易 学呢 它 从宏观上来 研究 国际贸易 发展的 基础 就是说 国际贸易呀 国际分工 世界市场 这样一个基础问题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进一步 探讨 它的 成因 为什么会形成 国际贸易 形成国际分工 或者市场 那么有哪些理论 再一个呢 就是战略的调控 那么这些国际贸易的 形成呢 那么必然呢 就要形成一些理论 那么这些理论呢 也需要一些宏观的政策 来指导它 来调控它 再一个呢 就是西条运作 由于世界各国 各地区 它的政策 都有一些差别 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 因而 那么就需要一个调控 的措施 那么最主要通过 世界贸易组织啊 一些规则进行来调控 因此这些方面的规律是什么 这是从宏观层面上 那么实质上看呢 这个国际贸易 原理哈 它多元说的实质是什么 主要是研究 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 政策措施 组织规则的科学 那么具体来看呢 它主要是研究 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 有形与无形 就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 和看不见摸得着的一些无形商品 这就是服务梦业啊 技术梦业 这些商品呢 它们交换和它记起来经济规律 比如说国际贸易原理哈 它研究对象的多元素呢 可以体现在宏观层面 这个中观层面 以及呢 围观层面 来反映 它的 这个研究对象的问题 那么前面我们了解了国际贸易原理 它研究的对象 那么这个研究对象呢 它主要有四方锁 三方锁 两方锁 多元锁 它的实质呢 在具体上呢 主要是研究世界各国 各地区 商品 老物 技术的交换合同 那么这个研究对象呢 就决定了 那么国际贸易呢 它是 它的科学俗性 那么国际贸易学 它研究的俗性 又有哪些呢 所以下面呢 我们讲 这个 第二 就是说第二级 国际贸易学的科学俗性 国际贸易学的科学俗性呢 就是说 国际贸易学 它在 这个 人类这个科学当中 它的性质什么 所以自然科学 还是社会科学 还是经济学科 那么这样一个 性质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它主要是由 它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 研究对象所决定的 那么刚才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这个研究对象呢 就决定了 国际贸易学的科学俗性呢 是一个经济学科 那么怎么 为什么说 它是一个经济学科呢 这就是我们下期课 要讲的内容 对象